电就像人的血液一样 现代都市生活怎么可以没电呢 但是怎么可以又产生电力 又可以减低碳排放呢 电力公司就在燃料组合入手了 用天然气是其中一个有效的方法 因为可以不只烧煤嘛 中电做起二十多年前已经进入天然气 在我身后的天然气管道就会去到电厂 成为了燃料组合的一部分 但是天然气也不是完全没有碳排放的 长远来说是否可以应对到气候变化呢 我们的前景又是怎样呢 一起找一些经济学家聊一下 大概现在两间电力公司的燃料组合是怎样的呢 有什么变化 由五年前左右有一半是烧煤 另外就有四分一是天然气 另外再有剩下的四分一就是一些零碳的东西 主要是打弯核能 就是再有少少可载生能力 到目标其实今年或者2020年的时候 一半是烧天然气 另外只剩下四分一是烧煤 就是以前的稳定是很必须的 不要停电 现在又多了环保的要求 碳排放的要求 那供应方面我们怎么看呢 现在改用了天然气的问题 就是用一些比较贵的燃料 一度电高过煤又大约是两倍多 不过是干净一点 干净很多 你要考虑同时那些顾客的负贷能力 对吧 将价格又如何平衡 但是社会当中 你的供应当要选择到一个环保的考虑点 那当然又要悔促 有成本等输了 我也要用这些经济原理的 因为第一西气冬树 如果你只是依靠西气冬树 因为由新疆那边一路搏过来 总之很贵 但是另外有一个方法 就是用一只船 载一些液化天然气 可能那只船是由加拿大 美国或者澳洲这些地方 就混这些天然气来 我们可以有两个方法 一个就是西气冬树 一个就是由海外来的 变成竞争大一点 就算我们刚才说是天然气的话 天然气的话又可以用液化天然气 它除了环保问题 出了以外这些天然装液的时候 供应就会断了 当我们去到一半比例是天然气的时候 如果一半压下去一个地方 哪个国家都好 哪个地方都好 如果是这样的话 就会有风险 你拿货 那当然有两个供应箱 好过只有一个供应箱 我们讲很多成本的东西 我想讲回效益 用天然气有什么好东西 或有什么好东西 天气的态埋磅当然是远低于溶煤 最终可以令到减慢了 全球暖化的问题 如果我们当中间的过程 绝大步伐是天然气 那又会怎样呢 全部用去到一样 其实都不是那么理想的 都是跟刚才的逻辑说 最好是让做生意的人决定 他们都想稳定 这样想吧 液化天然气 其实你说成本类比较高 在乎科技上的转变 距离温塞 由气变液化 再液化 再液化 又有过程 又有成本 那这些全部可以计算 因为你 艾成其实就没有了 其实都是多管齐压 说真的管 真的 因为是文昌的 如果是文昌的 有小的又有气填的 文昌的运厂量大约是10年左右 艾成不是因为它没有了 艾成是因为你不会再拿它里面 因为其实已经是成本了 你去到很贵它就会再转心一点 对吧 但已经去到很不合成本了 经济学的看法就是说 如果是用税 或者是现在香港的做法 是说比例要怎样的话 是有不同的方法去处理的 反而我觉得政府会想多些 去说我们想减多少 又或者用碳碳去做的话 会更多灵活 因为这样做的时候 他们自然会想的了 因为你早10年前的话 香港用LNG可能都会觉得贵的 那你现在有了技术 可以在海上做的时候 又有了Shield Gas的时候 已经便宜了很多 即是你制定政策的时候 不是那么容易知道50年后的世 或者20年后的50年后 我们长远来看 其实就为求达到一个目标 希望可以发掘更多的洁准能源 核能 再生能源 这些一定要说 不仅是说 因为你到时觉得贵的时候 自然市场就会说 不如用多些核能 用多些可再生能源 就是Portfolio Management 对 似乎现阶段 起码天然气那里 我们可以用到新的科技 引入一些外国有经验 香港也可以试试做一些新东西 今天我想我们由经济的角度看了 将来可能再由科技 政策的角度去分析 这个燃料组合 和能源政策的问题